继续带您来看到 国际组织对于中国人权自由状况的评比 非政府机构自由之家 在日前公布的最糟中的最糟 寻求最具压制性国家的政治报告 中国大陆名列全球19个 最缺乏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和地区 而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在7月4日 造成200人死亡的新疆七五骚乱三中年之际 发表声明说 中共持续压制新疆声音 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之家 7月3日公布2012年最糟中的最糟报告 报告指出全球有16亿人生活在缺乏政治权力 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国家和地区 当中就有13亿来自中国大陆 报告说中国大陆和缅甸等8个国家和地区 在政治权力方面被评为最差的7分 公民自由为6分 平均得分6.5 这些被点名的国家和地区 当地民众只有极少的独立论坛空间 民众行使基本权力遭到骚扰和监禁 政府控制日常生活 公民面对政府侵权行为 缺乏司法制度保障 另外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在7月4日 新疆七五骚乱三中年之际发表声明说 中共仍然继续对有关人士尽行尽声 新的女士整得到